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周边有很多老的建筑保存能耗 老港一年四季人潮不断 街道上有博物馆 精品店 法治餐厅 旁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马克西邦斯库河 马克西的意思就是市场 市场于1844年开始建设 1847年1月落成 1849年的4月25日 骚乱者放火焚烧了圣安宁市场的议会后 马克西邦斯库河成为联合加拿大议会的短暂的所在地 后来蒙特利尔的市议会也在里面办公 直到1878年 圣诺街新的市政丁落成典礼之日 这个市议会才搬离这个大楼 今天呢 它是用作这个魁克的艺术园会 和蒙特利尔设计学员的总部 它里面有展厅 餐厅和商店 蒙斯库河市场于1984年呢 被是那位加拿大的国家历史遗址 它被认为是加拿大十大最美丽的遗产建筑之一 我们现在进入的就是 PLAS LAGARGIN 是杰克卡地亚广场 这个名称呢 于1847年的沿用至今 为了纪念在1535年 首个发现加拿大的法国探检家杰克卡地亚 这里是蒙特利尔老港的入口 广场上有众乐的餐厅 咖啡班 每逢即假日晚上 这里会有冬宵打蛋的音乐会 狂欢节目等等非常热闹 我们在远处看到的这个纪念碑 是1809年蒙特利尔第一个公共纪念碑 纳尔逊纪念碑 它数以于此 这个纪念碑呢 是唯一被用作铁栅栏围起来 原因 它是英国的海军将将 纪念它的1805年的10月21日 在西班牙 特拉法加角外 率领英国海军 击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至此反过海军 精锐一决不振 拿破仑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 英国海上拔出一位德意公共 开始了100年大英帝国却胜时期 这个纪念碑高度达到19米 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哦 马特亮的市政厅 于1878年落成 这个在1922年3月30日大火呢 完全烧毁 多份的历史文献 不能信用 后来重新建 采用自立式钢建筑 并模仿了法国托尔市政厅设计 1967年呢 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 在大陆的阳台 就发表了极具争议的 自由愧违和晚岁 AVIV的迪贝克利普 而是看向当时的蒙特拉尔的监狱 以及英国总督城堡的所在地 它的寓意是不言而喻 自1760年呢 蒙特拉尔卓祥和1763年呢 巴黎条约呢 签署以来呢 英国殖民者一直努力加强 他们在新法兰西的存在 他为了避免法医人士的破坏呢 所以采用了铁栅栏 来保护这个最具争议的纪念碑 1930年呢 法国海军军官呢 让沃克兰的雕像 就树立在他的对面 用他的目光 目光挑战着他 他是法国战胜英国 最后一位的胜利英雄 也是法国对英国统治对象的 英国统治的象征的反应 我们看望远处呢 有一个教堂 上面有一个雕像 就是圣母玛利亚 这个教堂呢 叫做 Sharbel Notre Dame de Boncegur 中文名称呢 叫做近交之又圣母小堂 教堂呢 修建1773年呢 是蒙特利尔最古老的教堂 它修建在一座教堂的废墟之上 现在的教堂里面 附设一座博物馆 上面的铜像呢 就是圣母玛利亚 上面有一些是这个 星光灿烂的光环 环绕着它的头顶 它被称作 Edole de Meir 就是海洋之星 它在保佑 这个教堂和港口 以及出海归来的水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蒙特利尔的老港 当然了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那些 在陆陆续续呢 我们做好的这种分享会 分享给大家 谢谢今天的 大家的宝贵时间 感谢观看